在世上流傳著一份奇特寵物圖鑑 而有一個調查小組致力於破解上面關於所有動物的秘密 調查小組由博士領軍帶領採集官、資料分析員、養育員、數據整理分析助理、亞門採集員這些專業成員共同組成 但他們努力了很久卻始終無法解開圖鑑上的三種奇特動物 為了解開圖鑑上的秘密在一次會議中他們沉思了很久 決定求助於三位探險家,希望他們能幫忙完成這份珍貴的圖鑑 分別是探險家薇薇、探險家依依、探險家楊楊 難道任務出現了嗎? 我來了! 今天拿到這個任務卡到底是什麼呀? 你的是在哪裡呀? 我的在北美洲啊 蛤?難道你要去北美洲嗎? 我不知道啊,有點遠不想去 蛤? 蛤? 我的是在歐洲跟亞洲的北部,是要怎麼去啊? 欸欸欸,這樣討論下去不是辦法啦 蛤?那我們要不要去問問看別人啊 好啊,那我們趕快出發吧 好! 欸? 團隊團隊 不好意思,我可以緊張你的問題嗎? 因為我在在尋找一個神奇生物 那請問一下,你覺得這個神奇的生物它是什麼呢? 我覺得它滿像蜥蜴的 蜥蜴嗎? 欸,好多人都說它像是蜥蜴耶 可是它顏色會多變化,而且出現在中亞的區 因為我這邊有得到一些資訊,它說 多出現在歐洲還有亞洲的北部 而且它也很容易受集 就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醜物才會有這樣子的特性 不養子 你們會知道這是什麼嗎? 它的特色是產於北美洲 然後脾氣好,擁有美麗的皮膚 你們覺得這個會是哪個醜物? 醜物喔 對對對 八十七 八十七? 蛤? 我也覺得有可能 四位 比洲爆的還是八嗎? 蜥蜴 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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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都變壞耶,變大樓 男狗 可魔多樓 蛤鬼 惡蜴 蛤鬼 蛤鬼 應該是科羅加國獸吧 呃... 彩虔嗎? 彩虔嗎? 好像有點像耶 謝謝你 探險家們經過一系列的奔走後 依然沒有得到答案 這時出現了希望出光 這到底該怎麼辦啊? 欸,調查小組剛剛得到新的寵物資訊喔 哇 在這邊就給你吧 希望你研究順利 好 啊 啊 啊啊 你做什麼? 這是最新的寵物相關資訊 就要給你注意囉 好 不要讓我吃吧 走啦 掰 掰 喔 最新消息 還有張地圖耶 最佳氏氧溫度是20%到30度 無限0 而且7-10天進食一種 上面寫說 需要足夠的運動量 而且不會游泳 大便的味道強 看來我要到這個地方 才能找到我要找那個神秘寵物囉 到了冬天活動力會下降 不會太需要水 而且還會脫皮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不管不管 先出發趕快去找它吧 於是探險家們根據快訊的資訊 踏上了新的旅途 根據快訊上的地點 我要找的神秘寵物好像就在那裡 可是 難道 就在那裡嗎 你就是我要找的神秘寵物 你好 兩歲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怎樣的年紀啊 已經成年了 所以他們最多可以活到幾歲 平均是4到7年 那你在照顧上有什麼 就是可能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他很會大便啊 所以你要聽到 所以他會吃什麼辣什麼嗎 會看得出來他就是 會 大便 看得出來他吃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 給他吃過三種貓吃掉 然後大口已經說不太大 欸 是不是這裡啊 我覺得好像快到了 我有嗅到它的氣味 欸 這不就是我要找的神奇動物嗎 沒錯 這就是手工喔 我可以摸摸看嗎 可以啊 它就是豹紋手工 豹紋手工 就是他們都是叫做豹紋手工 但是他們有不同的品系 就是他們的基因可能不一樣 然後表現出來的 顏色就會不一樣 然後這隻呢 因為它是橘色啦 然後它有一些白色 你們看得出來 它是橘白化 它的脾氣就是橘白化 哈囉 嗨 你好 是每隻玉米蛇都是這種花紋嗎 可是它其實有什麼差別 最主要有三種花紋 像這隻的話 你看它的身體 它是有直線跟一些圈圈的 它就是 就是直線的那種玉米蛇 跟甜甜圈玉米蛇的混型 身上會有一塊一塊 類似風型的斑紋 那是最一般的花紋這樣 所以刺蝟 它平常活動的時間 大概是什麼時候 它就晚上會爬起來 然後爬起來 就是會一直在抓東西 到處抓東西 所以就是晚上會被它吵醒 那這樣一隻成年的刺蝟 所以它的體重大概多重 大概 大概 300到400克時間 然後這一隻是 380克 那它為什麼會一下子 一直一直在抓 它現在是在 溫 就是溫我們的氣味 因為它眼睛很不好 有肌肉群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飼養環境 所以平常你養它的時候 就是直接把它放在這個盒子裡面 再給一個這個小植物放在這邊 就可以養了嗎 對對對 沒錯 包吻手工是 就是它原本生存的環境 是在比較乾燥跟溫暖的環境 然後呢 我們在試養的時候 就只需要給它一張這個 衛生紙 對對對 像 廚房紙巾 然後搭配一個 可以給它躲避的一個小屋子 所以平常大部分的時間它都在睡覺 那它是晚上才出來走動嗎 對 它比較偏夜行性 然後晚上會出來外面就是晃幾圈 但是它平常也是比較窄 算是比較窄的一種都是 蛇都是長長一條 因為我知道它是男生才是女生啊 大多數蛇類都需要特別去驗 驗它的性別這樣子 所以它是男生還是女生 它是男生 是男生 一般來說蛇類它的存活年齡是多長啊 現在如果我們自己人工飼養的話 可以15到20年這樣 15到20年 對 那它這樣子還可以活很久耶 這算是零食嗎 還是它的主食 這個是主食 然後飼料 然後就是幼貓的 因為比較符合它的營養需求 那要怎麼餵它會比較好嗎 不會嚇到它 因為它就是很怕突然靠近它 所以你就是 等一下把麵包蟲放在手上 然後慢慢靠近它 所以它其實不會吃 對 它現在不會有吃 有麵子耶 真的是 它現在比較想加吧 比起吃這個 所以它現在太緊張了 對 刺蝟會冬眠嗎 一般的那種寵物刺蝟是不能冬眠的 要不然它就 一覺就醒不來了 對 因為它就是自己 這種刺蝟是不會調節體溫的 所以它一睡覺它就會死掉 所以就是 冬天要給它足夠飽滿 要不然它就是會去冬眠 對 可是它現在都不吃耶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耶 那我有聽說說 它的尾巴的肥胖程度 可以看出它這隻 鮑紋手工是否健康 尾巴是鮑紋手工主要儲存養分的地方 那就是 尾巴通常是可以判斷它 是不是平常攝取的營養 是不是足夠 那像是台灣我們這種天氣比較 濕熱的話 適不適合飼養豹紋手工 在台灣其實你只要養在家裡 那你只有在冬天的時候 需要比較注意它的溫度 就是不要讓它在太冷的環境下面 生活就可以了 對 那我們平常就是用加熱板 然後提供它一些冬天的溫度 然後讓它不會冷死 像這個嗎 沒錯 那這個應該要怎麼使用 這個就只要插電 然後開它的開關 然後大概調它的溫度不要到太低就可以了 是放在就是這個盒子裡 盒子的底下就可以了 對 但是要注意就是不能放它的屋子的正下方 不然它會有時候會太熱 那它如果會覺得冷的話 它就會取 就是自己會在一個比較中間的地方 對 它會找到適合它的位置 對 對 那你這個飼養箱啦 旁邊有這個穴穴 這些是什麼啊 這是白羊木穴 然後 就是使用木穴的話 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餵食可能需要把它拿出來餵食 不然有可能它在裡面就 就 木穴或者老鼠 就一直吃 就直接吃下去了 這對它的腸胃 嚴重的話可能會導致死 但是用木穴的話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會有濕臭的效果 對 它的大便 它的大便非常臭 對 如果只是使用一般的紙 就是報紙的話 那也是可以 但是它大便的味道 你就會 間房門都聞到 那其實今天呢 我是受到一個 調查團隊的委託 聽說你這邊有 有關神秘寵物的更多資料 有啊 是這個嗎 對對對就是這個 你可以給我嗎 這樣直接給你好像太便宜你了 為什麼 我刺蝟其實蠻久沒洗澡的 你要不要幫它洗一下 我再考慮給你 你說我要幫刺刺狼洗澡嗎 對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幫刺刺狼洗澡囉 那第一步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第一步就是要準備一個毛比較軟的刷子 像是牙刷也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 水溫要是常溫 對 再溫一點點 我會太熱 然後抓它的時候要抓它的下面 這個毛就 它其實不太喜歡水 所以你就可以 就是 注意鼻子也不要用到水 然後撥一點點水就可以刷 它是會游泳的嗎 它可以會 那我應該要怎麼幫它洗 就是 用濕之後你就可以刷 因為主要是刷掉它 就是 就是身上的那個糞便 所以它現在摸它是不是不會刺 不會不會 可是它不喜歡水 它很討厭 所以 就是不需要幫它常洗澡 然後它這些刺是 就是它之前 釣過幾次刺 在 三個月之後 所以它有 它是換刺嗎 還是單純的就是 就是會換刺 就是刺味都會 然後換完就是 算是長大了吧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任務了 好 開始吧 就是拿一隻大麥蟲 然後呢 引誘小菊 到我們黃色的終點對不對 沒錯 那這有什麼難的嗎 來 小菊你看 小菊你看 來來來 往這邊走 小菊來 往這邊走來看看 有沒有聞到食物的味道 怎麼了它今天食慾不好耶 一直往方向走耶 它一直往方向走耶 它一直往方向走怎麼辦 主要是不是有點太羞了 有了 有了 有反應了 來 小菊 來來 怎麼辦 它今天怎麼 食慾都不好 好 可能到了一個 不一樣的環境下來 我現在想吃東西了 我想吃東西耶 而且這隻大麥蟲怎麼一直夾不緊啊 怎麼會這樣 哈哈哈哈 沒關係 要我再來夾一隻大麥蟲 我就不相信了 這隻大麥蟲呢 又肥又嫩 肥肥嫩嫩的 看起來比較好吃 好不好吃 小菊 來 小菊來 來 引誘到重點 小菊怎麼辦 他怎麼一直在看窗外的世界 難道他有什麼憂愁的心事嗎 小菊你怎麼都不吃 小菊你該怎麼辦 你怎麼都不吃 所以是什麼考驗啊 應該很簡單吧 我們要餵食小白鼠 餵食小白鼠 你說現在嗎 對 養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能怕餵食這件事情 好不一樣 那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吧 他會叫嗎 他會叫的時候 他會叫喔 對不起 我幫你拿著 等一下我是真的在抖 我不知道他叫在哪裡 我第一次餵的時候也是這樣 等一下 我可以才怕 沒有 算了 等一下喔 我很怕 我很怕 我真的會怕 等一下 唉唷 他現在很激動 他現在很激動 他現在抓著不放欸 放開一次啦 放開 好 我現在會不會把指甲弄斷 等一下我幫他解開 他勾好緊喔 好 放開放開 對 所以幫他洗澡大概就是這些流程 對對對 然後一定要吹乾 要不然他的皮會紅 有點不舒服 那要大概要吹到怎樣 才能算是好 就是他毛會膨起來 就是他刺可以變刺 因為他不喜歡水毛 所以他一定想炸死 這樣摸起來差不多乾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讓他回家了 洗完澡可以回家休息了 對 對 對 那這樣我們算幫刺刺長洗澡的任務 算是完成了 沒錯 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 就是關於神秘寵物的更多資料了呢 對 因為你剛剛真的是幫了很多忙 所以這個資料決定給你 耶 我拿到了 我們一起好不好 我們一起 我就是有點走 我是頭整我都沒有在那個 偶爾 偶爾 你打算 有 他 他 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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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現在是 哇靠 流血了 有的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我以為她就只是就是 就是阻止了 沒有 她會先把她嚼死 對 先把她嚼死 我在冒冷汗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走然後一直冒冷汗 而且她一般會勒多久 然後再把它吃掉 一般還蠻快的 一分鐘左右吧 就我剛剛已經 餵了一隻小老鼠了 那是不是 好吧 看在你今天這麼辛苦的分上 這就交給你了 我跟你講 成為探險家是非常辛苦的 感覺都出來 再給小橘吃機會 看看她想不想要吃這隻大麥蟲 欸 來 小橘 食物到嘴邊了 這麼肥美鮮嫩的大麥蟲 你怎麼可能會不想吃它呢 好 來 不要減肥了小橘 小橘 你這麼瘦 你身材這麼好 欸 她接近終點了 小橘 來 小橘再來 小橘再來一點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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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瞬間移動一點點嗎 喔 喔 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 到了 成功 太好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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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經過了千辛萬苦 我終於任務成功了 恭喜你 那你趕快去完成圖鑑吧 太好了 我就出發吧 探險家們經過一整天的努力 終於不服所脫 將圖鑑 額 順利完成 好的沒問題 關於神秘床就更多不重要 喔 沒問題 好棒 好疼喔 好疼喔 我還是沒關係 好純潔 夾到現在 吃肉 謝謝